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我这两天呢 一直被记者问到 你在家里 就是那个那个玩的那个 你真的很会一个人演 我发现 你说直播啊 哪个大酒杯 我觉得 这样这样 其实发现你很会演 怎么样 我觉得我有一种很敏感的体质 我跟你讲我不是开玩笑 这几次的直播呢 我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品牌 whatever 每次弄直播的时候 你也知道我就是个one woman show 我也没有企划 我也没有剧本 然后我想说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就会出 而且我就把自己放得很松之后 这宇宙他就会给 宇宙就会给我很多这种 很奇怪的喜剧效果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哦 疑似感 疑似感 我就会跟你说 是 你说疑似 OK 没有卷舌 这是 失职 失职 哦 你把它弄反 失不卷舌 疑似要卷舌 因为我跟你讲 我没有办法看你们的留言 因为我同时要开IG跟FB 所以我是两个 我是两个镜头同时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看 所以我就自己搞 然后呢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然后没有 我要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他们就帮我剪了很多报效的影片 他们后置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后置给我加太多分数 像我那天说我在普罗旺斯 闻薰草 他们都给我画像天堂里面的普罗旺斯 这样从地上升下 还有阳光普照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好大 而且我自己还会定格 让他们去画这个 对 你怎么想得到 而且 你这种很奇怪的节奏 我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 因为这个节奏我发觉 我自己在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神奇 如果旁边有别人 这个节奏就会被打乱 因为我会想要去配合 比如说来宾或是什么 或是我们的内容 可是我自己我就freestyle啊 那有什么随时会准备这么多 一下草帽 一下什么棒球帽 一下什么帽 就各种 然后有的 而且你摆那些很奇怪的pose 很有奇怪很美好不好 因为我后来我就 我不是第一套 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好像在普罗旺斯 后来我说Oh my God 好像每一套都可以带你环游世界 真的很神欸 而且我不是先想好我要怎么搭配 你有脚本吗 我没有脚本啊 因为他就在 他就在我的衣橱里面 所以衣橱里我就随手一拿 就打开柜子说是帽子 我就随便拿一个帽子 你没有听到我在后面 你不走啊 我在换衣服啊 你们等我一下好 等一下 没有最妙的是网友们真的会等 在B下面棒 看你会弄什么东西出来 对他们真的会等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 观众真的 我最喜欢这种观众 这种观众真的 他们看得好传神 就看得完全投入这样子 很多朋友就丢给我说 你的艺人在发疯 我说不是发疯 他是在认真 他就说他好好笑 然后他们就说他很疗愈 我说他是一个疗愈的小狗 他们说 他很疗愈欸 为什么又有人进来 这个work from home 就是这样子 怎么了 请拿去快走 你记得之前有人那种 你在国际连线work from home 然后那个小孩就是溜出来 然后那保姆就把小孩整个拉走 你记得吗 你看那个 对啊 我刚刚就把他推出镜啦 因为他就是很奇怪啊 你知道work 没有work很好 很好 他昨天他昨天我工作 他们都有当我的小小编 ok 大家都在各自刷存在感 所以我一边在那边手忙脚乱 做热炒店 然后他们都在那边 就是不知道在 一直把我的食物吃掉 在我还没有办法全部拍的时候 等我要转身 我们要拍final cut的时候 菜都吃光了 那你是不是平常没给人家吃饭 屁啦 你问雨薇 雨薇在我家 你昨天晚上他已经在我们家吃过饭了 我有没有做一桌菜 雨薇 有啊 有给人家吃 人家才会说 哦 这可以吃吗 哦 家里好久没有这一桌菜可以吃了 屁啦 你是不是好虐待人家 我跟你讲 我对不是我亲生骨肉的人也是好的 有吗 你们不要污蔑我 你有问他吃卤牛肉吗 有啊 我有给他吃卤牛肉啊 雨薇昨天也吃了乳牛肉啊 我看了都想叫拉拉木 我跟你讲 我必须要讲 我每次要弄cook show的 就是chop chop show热炒店的直播的时候 因为我就会逼我自己要弄热炒的菜 我昨天炒了两道菜是我以前没有炒过 我就冲爆牛肉还有虾仁滑蛋 蛋弄的 诶 虾仁滑蛋 我跟你讲好吃到不行 好多层诶 我真的我我惊讶我自己 我的厨艺又升级了 你怎么升级 I don't know 当时防疫我就在做一些炖的乳的 因为炖的乳的我觉得比较简单 就丢在锅子里面稍微你们要试一次 他就好了 可是开始会热炒这个东西 这又让我 很会 你很会 我又升级了 所以你看我的手现在都是皱的 然后干的 因为我每天都在做饭 难道不是因为酒精吗 我的手也是干的 我被酒精弄到整个都好干 也可能也是酒精 我想过我们要不要戴手套 可是戴手套很麻烦的是 戴手套你就要把它这样子脱掉 你不能说碰这个 然后你还要洗手 没有用 你要把它整个丢掉 那你要再戴 干合手套 那种塑造的 不是手扒机的 我买的是那种细胶 就是很贴的那种 I know 可是细胶 你如果你要戴一整天 比如你在公司弄一弄 你碰你的电脑之前 你是要把它脱掉 我觉得用这个弄掉 最后要不要吃东西 我就把它整个拿掉了 拿掉我是反过来 对不对 对 要反过来 然后你再跳回去 而且我那天去看了一个医生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不应该 去看什么医生 我去打肺炎疫苗 我觉得 因为好不容易看到医生 就想跟医生聊天 然后医生包得很紧 就是那个 就是医生 我想问一下医生 他就问他皮肤问题 他就很冷静 跟我说 这个你可能要去看一下皮肤 我就说对对对 那我想说那个酒精 他就说 我们在喷酒精的时候 我们都喷手 他说其实是错的 比如说我们应该是 喷在一个纸上 去擦电脑 让电脑是干净的 而不是一直去 喷你的手 可是喷手这样子不行吗 就是像我的手 因为我都已经开始要脱皮 就太干了 就是如果在家里 可以洗就用洗的 但应该是去喷 你 比如说我门把 我应该是去喷门把 而不是喷手 你要碰个地方 你去把它擦干净 让它变成是干净的 你这手就可以来碰了 哦 that makes sense too 我后来那个雨薇来我家 医生说的不是我说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有 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要讲 我觉得最近大家已经防疫 第四个礼拜了 就是尽量分流上班 然后work from home 很多人work from home 真的会发疯 尤其妈妈们 因为虽然你爱你的孩子 跟爱你的老公 但是每天要绑在一起 然后你work from home 在网路上work 然后你还要煮饭 你还要什么 其实是会让人很容易崩溃的 其实我觉得work from home 最辛苦的就是妈妈们 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觉得说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从小到大 我们都被灌输这个概念说 女人就是要有一个工作 然后再找个男人 找个男人再结婚生孩子 你就是人生胜利主 no think so 我觉得真正人生胜利主 我说大龄单身女 新概念 是你 you 那我小 小孩子你喜欢的 是一个女儿 那你还是有一些事情得做 但如果你是大龄单身的意思说 你一个人你可以养活你自己 然后你一个人保全家保 然后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然后你就是有钱 有点生活的品质 然后一个人 然后就是 你这是一个调查 不是我们两个自己乱讲 对对对对对 中国伦敦的经济学院 他们的一个教授 他讲出来的 他就讲 就是说呢 其实数据发现 在这个未婚 已婚离婚分居 上有几个群组里面 最快乐的人是未婚 没有小孩 而且他们可能比 有结婚的女生长寿 我跟你讲 我想过这个事情 虽然我们很爱小孩 但是我跟我几个 以前我们都单身 那时候过得很潇洒 我心我处 不会为任何人停留脚步 我们一旦有了孩子之后 那个绑住 是你一辈子心里的绑住 即使他们长大 即使我现在都43岁了 我爸妈现在有的时候 碰到某一些事情 遇到我 我就觉得我好像 又回到10岁了 就是在他们的心里 你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即使你已经是 为人母为人妻了 在有一些理念上 当他就是要真的 要训你的时候 他照样还是 那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成熟 因为我们都40岁了 以前可能是跟他吵架 觉得好像烦 怎么干嘛 现在你就觉得说 OK你可以理解他的出发点 是为什么 就担心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 像我每天在家里怒吼小孩 比如说功课可不可以自己搞清楚 就是说每次都要我盯你 你我不盯你就不做吗 那功课是谁的责任 我已经毕业大学 我干嘛还要这么辛苦 那我就这样骂骂骂骂骂以后 当然他们就会用那种 那种眼神 完蛋了 有个电话进来了 等一下 你现在讲话可以让我们听吗 我也是蛮想听 你看你怎么跟你朋友聊天 你接啊 等一下 我把它按掉 好anyway好了 你应该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 yeah yeah 一定处理好了 然后后来我就说 oh gosh you know 以前我们都是非常的潇洒 然后就是很自由自在 但是你一定要有了小孩之后 你的心就是有天 每天都是揪在这里 像最近疫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 大部分的人会焦虑 也是因为小孩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你可能比较不那么怕 就对生病跟生离死别这个东西 你怕但是没有那么怕 但是现在的怕的后面 你还要再担心小孩 就是如果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那小孩怎么办 I think 对已婚女子或是妈妈们 我们心里最累的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我们还是对我们的工作 或是我们的人生的轮廓 有很多梦想跟想法 然后我们也有野心 其实即使我相信现在在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是家庭主妇的话 你们也是常常 虽然很喜欢在家里 然后如果你选择当家庭主妇 那是因为或是全职妈妈 那是因为可能 就是你们夫妻讨论过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当你先生的后盾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根根于怀 你当年就是还没有小孩之前 你在事业上的一些追求或是理想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这十年我是要待在家里 还是我要和平的去想办法 去balance工作跟自己 还有小孩这个事情 我不是说小孩带给我们压力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以后 你真的会变 人生就是这样子 当你有所得 你就必须有所舍 你可以得到更多 跟小孩在一起的快乐 你同时就要付出一些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心理压力 甚至是你就必须要更多的担心 对 很合理对吧 只是说 他会羡慕说那些就是没有小孩的 很单身的人 他们还是可能很潇洒 就说这种病怎么样 我就自己把我自己顾好就好 像我们就说 妹妹你手洗好了没有 你有机会吗去哪里 就是你要担心这么多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人 就是我自己弄好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 所以他们可能是可以活比较久的 对 因为他可以活比较久 是因为他操的心比较少 对 我真的觉得让我们比较容易生病 或是以后老了 比较容易身体不好 是你操心跟紧绷 我都觉得自己 其实小孩还很小的时候 我还比较松 就是开始学年 就是学年的这个时期 对 你就很怕你什么决定耽误了他 我也会这样 就是你怕你的决定帮他做错了 影响了他这一辈子 因为他还小你一定要帮忙 那如果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呢 那他这辈子是不是就是被我们害了 对 就是说 你会怕你害了他 或是你让他耽误 当然很多人像我妈妈 现在已经到了做阿嬷的年龄 他就说你想太多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对这句话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释怀 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是没有错 这个就是你又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你认为说人生所有的走向 我想控制你想成就的 他都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且你无法控制 对 我跟你讲 那就是你就回到了射手做妈妈 跟摩羯做妈妈的差别 对 你无法控制 那他就是可以很自在 因为他觉得人生就这样 你这个摩羯呢 就是没有办法 你放不下 太辛苦了 而且而且我都努力的放下 我都没有办法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太认真 就是认真到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到最后被累死 不是我先生或是我小孩 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累死了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遇到状况 我还我跟你讲 我刚刚有进步 有人送我一个label maker 就是做贴纸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label就是 贴的或是可以贴品牌的什么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现在科技都很 科技都很高级吗 要弄app要弄什么 然后因为我很想 我其实很喜欢玩这种东西 那因为姐姐也大了嘛 我就说姐姐那你帮我研究怎么弄 你set up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说 这个我不会没有QR什么QR code scan 我说你自己 我说你自己想办法 不要迁积 不要迁积 然后我说你自己想办法 然后他就又到我旁边 又开始在那边念念 然后我本来就是我跟讲 这就是我压抑我的原本的个性 就是我本来就想算了 我还要语气 我还要听他在那边抱怨 然后我还要我自己弄 对后来我说No 我很忙 因为我要准备podcast 我说我现在不能再分身罚书 因为常常 比如说我两点钟要弄podcast 然后一点钟他们又有什么 这是work from home的痛苦 一点钟他们又有什么要求 你就会尽量想要去满足这个东西 然后你到你快要podcast 你又很紧张 因为你什么都还没有准备 然后要化妆什么的 所以后来我说No 你要留你要善待你自己多一点 就是小孩eventually 就他们真的会ok 当然他们这个年龄10岁9岁 他不需要做这么多事 他也不需要这么有 就是什么都需要做得到 you know 之前不是跟大家讨论过吗 就是父母要学会放手啊 然后身份必早要出炉啊 这是跟大家聊过 只是我们经常就是在过日子 或做当下就是会忘记 那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讲说 45到65岁的女生里面 人家女生就觉得说 单身才能够了解自由 是有多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是很妙 为什么这个研究指出45到65 才知道单身到底有多开心 单身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那种就是一身轻 然后you know 你可能45岁你已经有一些 就是工作上面的成绩了 然后一些积蓄 你也不用再去想说 哦小孩上大学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以后 他怎么办 我们生女儿我们会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 我们死了 如果是老了死了那还好 如果说是什么问题 然后突然间早死的话那怎么办 然后他又是女儿 女儿如果嫁给一个被被男人骗 嫁给一个坏男人怎么办 那他有没有谋生的能力 就是说 因为我常常在 啊你想这么多啊 难怪你睡不好 对呀会想而想说 我说我常跟我两个女儿讲 我说妈妈能够给你最大的财富跟 fortune 我说就是对你们的陪伴 然后我所以我希望我付出的时间 即使我要工作我还是会排开万能 就是把工作 我都是分类我的schedule 比如这个时候你们在上课的时候 之前疫情之前在上课我工作 那我工作完了 我就是全心全意陪你们 我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个时间 然后得取我很多 我当然不能说我是智慧 我只能说我是过来 我比你们老那么多 你可以多听听就是你应该对你人生的期许 然后每次他讲这个 我们可以吃冰淇淋 因为他才几岁 你干嘛跟他讲这么难的事情啊 他才八岁 他才不用想知道什么人生的智慧 他先把micep拿到手机 他讲 妈妈 ok ok yeah ok 我要找个工作 我要找个事情做 女人要有价值 那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那等下我们可以看几个卡通 这个是被妹妹讲了吗 这很像妹妹讲话的语气 他就会那种 ok ok 妈可以吃冰吗 我可以吃这个吗 这个水果我可以吃吗 这很像他 他今天一直跟我讲说 虾仁炒蛋花蛋今天晚上要再做一次 妹妹很特别 他一旦吃到什么新鲜的东西 他喜欢他就会吃到腻 很好啊 吃到腻以后他就说他再也不要吃了 他就是很极端 他姐姐就会说很好吃 这个也好吃 就他什么都吃一点这样 可妹妹就说那我只吃这个虾仁划断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吃虾仁划断 明天你给我做虾仁划断 那你怎么做的蛮好的 我跟你讲 那怎么那么多层 好 ok 好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 你们就可以去看YouTube我有讲啊 首先那个虾仁 虾仁划断 如果你们在这个听的朋友们 你们会稍微做一点菜 你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虾子呢 我是用冷冻的 所以你不要去紧张 一定要买新鲜的 因为现在大家物流都非常的难 所以你有什么就买什么 这冷冻的虾子你稍微就是几颗虾 maybe like我昨天大概就是虾仁 大概就八颗 然后你呢要洗干净嘛 洗干净呢 你一定要用纸巾啊 就厨房的那种吸水的那种纸巾 把那个虾仁挤干 因为这个虾呢 它自己会再出水 那如果虾仁菜多水的话 你一倒它去炒 它那个油会爆 然后它油会爆 它外面就很容易焦或是怎么样 然后里面还没有熟 它就不够脆 反正这个以前我的烹饪老师 陈安琪有教过我们 就是你虾仁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干 所以你在腌它的时候 它那个调味料它才会真的吸进去 它的肉质里面 然后呢你要怎么腌 你先用那个餐厅纸捏干嘛 你应该再放那个干的碗里面 然后呢我也没有放太白粉 我也没有放蛋清 因为以前有很多人说你炒蛋要炒的好吃 炒那个虾子要炒的好吃 要放一点那个蛋白 蛋白我发现 蛋白如果你弄太多 或是弄不够多的 你一下去之后 那个整个虾都变成蛋白了 你知道就蛋白会很多 然后炒起来就是那个虾就不干净 就看起来乱乱这样 然后呢那个蛋白 蛋白呢 然后我没有用蛋白 我就是一点点盐巴 一点点砂糖 然后秘诀是 扫心酒 如果你有花雕酒 你就用花雕酒 但是我没有花雕酒 所以我就用扫心酒 然后你大概让它腌个十分钟 那蛋呢我就用三颗蛋嘛 三颗蛋 蛋就是很简单 蛋你就是放一点盐巴 对 怎么了什么声音 我是不是earpod快没有电了 没有啊三个蛋 他刚刚有的声音出来 是不是快没有电了 不管 然后呢 你很容易分心 你很容易分心 为什么刚刚突然有个声音在里面 好anyway 三颗蛋 三颗蛋的你要加一点牛奶 这是秘诀 牛奶 真的啊 yes 你加一点牛奶 它那个蛋会比较润 一点点 一点点 因为奶味会太重 所以盐巴 然后一点点like a splash 这样子就是一下子 这样子牛奶鲜奶 然后那个蛋打一打 好这个油呢要够多 OK 那你看我在那个锅子里 你们回去参考我的 chopchopchop热炒店的YouTube 我那个油呢要够多 然后那个油呢要够热 但是也不能太热 所以那个油差不多热了就好了 你瞎子就丢下去赶快快炒 你不能等到油冒烟 任何油任何锅子只要开始冒烟 你那个你不管是什么 对你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对它去 它一定会焦 OK OK 不能冒烟 所以你不能过热不能冒烟 如果冒烟你就稍微把它 放到另外一个炉子上 然后它先冷却冷却一下 然后再来 然后虾的就赶快翻炒 嗯 sand manager 昨天有看到啊 他亲眼看到 那翻炒就翻炒两下 那个虾子变红了 它就是熟了 就会了 你不能炒太久哦 你等它说 你等那个虾子说起来的话 它就是太老了 就不能说熟起来 no 它就是变颜色 你就赶快捞出来 然后你油不要捞 你就捞虾子油还是放在那个里面 但是你的油不要一直 就是你就是油要稍微拿开来一点了 不要一直让它太烫 然后就把虾子倒在蛋里面 你刚不打了蛋吗 对啊 然后我有一点毛痘 因为我就烫了 well 我是看那个师傅 他用的是豌豆啦 但是豌豆比较不好买 而且豌豆很贵 豌豆很期待 豌豆每次一包都好几百块 谁要去花几百块买豌豆啊 是啊 毛豆比较便宜 用毛豆就好了 anyway 毛豆 那个毛豆呢要先汆烫 好麻烦 毛豆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 只是for颜色 对 然后毛豆跟那个虾子呢 就倒在那个蛋液里面 然后这样再打 然后就是把整个东西 OK 这个锅子已经热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锅子已经热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关小火 因为它锅子自从你炒虾 它就已经是烫的了 对 所以你要关小火 因为你们要记住 但不管你是西式炒蛋 番茄炒蛋 虾仁滑蛋 但不能太火不能太大 因为你火太大 那个蛋它就一定会焦 哦 OK 不能大 这个跟我们做便当那个方块 那个蛋卷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用小火稍微就离开 对不对 你要小火微它 所以这个蛋下去之后呢 因为那个锅的底已经是热 所以它第一层已经会凝固 对 然后呢你就稍微这样子 你也不要翻 翻就不漂亮 我昨天失误就是最后一次翻了 因为翻了它就不会这样一层一层 翻了它就变成一个蛋饼了 对 它就变成一块一块的蛋了 要翻 对 对 所以你就是这样稍微这样推推推 那你推的话它就是会一层一层一层嘛 它一层一层熟 你就推到它 你也它也不要全熟 因为你只要起锅了以后那个蛋 它其实有那个温度它自己会煮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需要把它翻到它整个都很熟 因为你如果弄到整个都很熟 等你捞出来以后那个蛋就老了 哎好难 那我叫拉拉幕去你家拿比较快 我现在不会啦 这个真的好 你问雨薇有没有好吃 那个虾是脆的 跟女儿再吃一次啊 那雨薇刚刚竟然这样 对我今天晚上还要再做一次 你家一买来这么多冷冻虾 就一包一包 一包大概这么大 我就一次做半包啊 妈妈们要省着用好不好 现在叫菜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而且很多菜都缺 你要自己改菜单 因为买不到了 确实 我跟你讲 昨天那个葱爆牛肉 不是我要讲 昨天我真的厌倦我自己 我跟你讲我不是老王卖瓜 但是是真的我为什么厌牛自己 牛肉对我来讲 我一直觉得不好处理 猪肉OK 因为猪肉你怎么炒 它不分老跟嫩 因为猪肉你一定要炒得很熟 对不对 因为牛肉就难了 因为牛肉你炒太多 它又太老 柴 那你炒太深 又怪怪的有腥味 那要怎么炒这个牛肉 要怎么腌 不得了了 我先跟你们分享 这个肉片是台湾牛 因为我就跟那个台湾的 那个卖台湾牛肉的那个菜式牛肉 对我不知道是温情牛肉 反正就是他就跟他订嘛 就当他继续拿这样子 因为现在大家分流嘛这样 然后那个肉片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给我切太薄 就大概0.2公分 你跟他讲 因为他们这种每天在卖牛肉 他知道 我说我要做葱爆牛肉 他说我摘呀啦 我摘呀 我说OKOK 他就帮我切好了以后 这个肉要怎么腌呢 这个肉要先放一点 我跟你讲 这肉呢要先放在清水里面 清水里面泡15分钟 他那个血水都会从那个肉质渗出来 真的啊 盐巴跟清水 因为这个盐巴好像会让他的那个肉质比较嫩 给释放出来 然后呢那个清水 清水之后呢 等那个血水就是出来了很多血了嘛 你再把它丢倒掉嘛 倒掉再用水冲一次 然后也要把它这样子挤干 这样子 要把它用手这样挤压挤干 OK 然后呢 苏打粉 苏打粉 苏打粉一点老抽 酱油也可以啦 但是老抽他就是颜色他会吃的比较快 你不用放那么多 就一点点老抽 然后呢 苏打粉 老抽 白胡椒 然后那个太白粉 太白粉我用的也是有机的那个地瓜粉嘛 然后太白粉 太白粉之后呢 我们就再来一瓢水 然后一瓢炒菜油 好难啊 然后呢 因为那个你放的那个地瓜粉 我是太白粉 他会把那个味道这样子包起来 然后那个油跟那个水呢 会让这个肉片它不会黏在一起 所以你炒的时候它就是一片一片 你问FanManager 你脸就是充满了光彩 不得了了你 不得了了 我给你讲 我这样防疫期间 我的厨艺又要升级了 你也没那么厉害啊 所以为什么我给你讲 单身女子可以活得比较久 因为他就点一个Uber就好了 他就点一个外带一个Uber 因为你一个人在家你要怎么炒 也可以炒就是你会有剩菜 你会觉得很烦嘛 对啊你不会买那么多 你也不会炒 然后你也可以省很多钱 你不需要每天买那么多菜 多好 你很enjoy去买菜的过程 现在我不敢了 以前我很enjoy 可是最近因为防疫我就会很紧张 我要出门一趟 我的SOP是非常的完整的 就是要带什么这样 听说我们刚刚就要联系 然后麦迪说等我一下 我说你要干嘛 他刚刚去洗澡 你刚出门一趟你回来洗澡 对就是我不管你去哪 去楼下我也要上来洗澡 就是整个洗啊 整个洗啊 头发不一定洗啦 头发可能是一个破口 会不会 头发就喷一点那个喷一点 喷一眼要刚好 我也会就是 哈哈哈哈 你会有毛病 因为每一次洗头很烦啊 很烦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出门 我头发都会把它包起来 戴帽子 戴帽子 我是把它绑起来 我就不会 现在你在街上看到我已经不时尚了 我现在时尚只能在我的更衣室里 哦你那天那个那种 我现在不可能在街上穿这种衣服啦 因为裙子飘到哪里碰到什么 我还要回来再 回来立刻 消毒吗 我现在都要买都要穿一些 因为我要是来 贴身的衣服 那回来可以直接洗的 就是米 对啊 就是可以洗 要不然你每次要干洗也是很麻烦啊 不干洗老板也不要来收好不好 就是很麻烦 最近真的很害怕 对对对 真的所以一周可以 麻烦归麻烦 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只有我们这样子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就是我们有全世界的这个参照表 就是他们 因为我们去年都过得很爽嘛 那天我朋友就说 你看美国人都可以看演唱会 我就说等一下 请你回想一下 你去年在干嘛 我们去年在看蔡依林演唱会啊 我们今年就过了很多 所以一样的就是 大家这个是一个全世界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就大家不要很焦虑 而且呢我们最好的是我们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参照嘛 就是别人在那个时候你看果然啦 去年不是美国人都在那边做菜吗 做菜做 现在然后就教你说 OK你看果然换了台湾人来做菜做饭 然后以前就说小孩在家里念书怎么办 我们现在小孩在家里念书 我妹的小孩他们在美国一整年呢 他们是现在他们要 他们要最后要放暑假 他们才进去看到老师 没见过 the whole year是在zoom上面 I mean 接下来如果我们这样子 我们当然不希望 但是也这样我们也只能认啦 是啊 所以像我们家小朋友上完课 我们就叫他上去那个脚踢车上去踩一踩 不然小孩都没有动 其实这件很可怕的事情 他们那么年轻 我在家里现在当自我学习 我每天在网路上买很多的一些练习本 自我学习 我每天发功课 我说既然暑假 我说既然暑假你出不去 你就在家给我做功课 我说因为呢 防疫在家大家可能就是出不去 然后也忘了怎么做数学 忘了怎么写作文 但是你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说所以大家要趁这个时候自修 因为当当哪里也不能去的时候 你就是自修 你小孩看到这个快递有没有哭 我的妈呀 他们都觉得很平常了 你真是活 他们不会抱怨 因为你忘了我从小都在做这个事情 before疫情 我们还不知道疫情是什么的时候 before COVID 我就是已经有习惯这样子 就是养成 我把它当作养成习惯 大家记得他们家有个黑板白板 然后Mailie很爱在上面教大家写 有啊我的白板啊 天呐上面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schedule 就是他们这个暑假的schedule啊 就是几点钟在网路上跟哪一个家教 比如说中文 中文上什么课什么的 你是强迫症患者 你是强迫症患者 我是 我承认 你后面那个招财猫白色蛮可爱的 这个人家送我的 这是artifacts的是不是 新的蛮可爱很可爱 不错还蛮好看 看到我的新的盘子 我刚看到了我不想 我有没有看 Mailie你拿下一道破掉 你有穿裤子吗 有啦 有没有很美 他装什么装汤啊 汤啊 就是很gag搞啊 ok 可是我这个收纳不好收纳 所以我只好把它放在这个厨房里 因为这不好收 这可能偶尔来一个什么大菜 平常可能也不用不到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我古董的花瓶 这真的很好看 你最近很爱乱买东西 那防疫在家还能怎么样 拜托我现在都只有买吃的 我最近没有买什么东西 我最近好过努力 我最近看到一个包包 我怎么追都追不到 吓死我了 你怎么说呢 我不能给你看我没有买到 我怕我会帮你买到 你要不要丢给我看 我很容易帮你买到东西 你真的买不到啦 怎么知道 我等一下丢给你看 我不想给大家看 大家等一下又要跟我抢 我又买不到了 出去 你现在出不了门你买到干嘛 你拿塑胶袋就好了 干嘛 我喜欢不行啊 我明年要去普罗旺斯不行啊 我下半辈子都要住在普罗旺斯不行吗 你很无聊啊 你有需要吵这个吗 你真的很幼稚 我的范文老师 过了一个礼拜 你有认真吗 梅乐蒂 对我要帮你找范文老师 你哪有时间啊 不管 你给我弄吧 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样让 我这个快没有电了我要把它拆掉了 因为它只剩1%了 对啊 你为什么 好啊 放干支起来我把信息好 你会要聊什么 为什么没有充好电再来呢 有充好电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电量很不足啊 就是很难 一下就没有了 你看我 因为我的 应该不能闹 可以 在你往后 可以在你往后 不行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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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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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你跳到这边吗 怎么还没有 现在还没跳啊 你的机器是不是很烂啊 No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那这是个实镜秀 就是有一个女生啊 就是什么都不会 然后你蓝牙关掉了 你有关掉蓝牙吗 他就不会连线上去 墨具 你上面的麦克风显示是关闭的 你的麦克风要打开 你镜头上麦克风是关着的 好了 现在好了好了 好了吗 麻烦你来我家装一些GoPro 真的很笨 我用这个时间我就要弄一个 The Melody Show 就是我一个人搞 Everyday One Man Show 你一个人就这样 你真的很会 我怎么 可是我每次搞live之前 我都是长这样的 然后一来了 我就啊 然后突然间就会有很多灵感 然后我一我一按掉那个 我就这样 因为就是你已经消耗你所有的体力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容光焕发 很奇怪 可是真的before你问 你问Fan Manager 我在before我都这样 他又不在你家 他那天在吗 他不在 但是昨天晚上他在 我不是做那个热草店的live吗 我觉得很差 那谁是什么东西是鱼吗 然后鱼啦 有刚刚有人送鱼来 你为什么在上班时间讨论家里的菜 我跟你讲 因为你知道我的朋友杨又鸣 他每一天在IG上面都在做很好吃的料理 做大菜他好厉害 对 有一天我去看他做一个鱼汤 然后我说你这个鱼看起来很厉害 他说他可以帮我叫 所以是他当他打电话给我 他大概在我家楼下 他要送鱼来 然后我说可是我在podcast 他说那你几楼什么几号 然后给他 然后他们就带上来 他难道不能等一下吗 不行 因为他正好经过我们podcast 还要弄很久 所以我就放楼下就好了 对啊 对 可是他不知道我几楼几号吗 所以我跟他讲 你不知道最有名的刘小姐吗 快递很多的刘小姐去给鱼 他不知道我的他不知道我的几楼 然后他就他叫了鱼给我 所以我等一下我今天晚上 我大概明天 明天我来做鱼汤 他跟我讲鱼汤还有萝卜 我看他是三天那个鱼 然后那个萝卜 都一直在做菜啊 你说我们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在家里 你没有事做 你就是稍微做多一点菜啊 每天在打电动 我女人说我是最有钱的课金的人 就是他们就是打电动过不了关 那小孩就一直这样过 我们成年人就是三百块买下去过关 然后就说别再花钱 我说那个因为那是那个iPad他的 我就是手指借我一下 他说为什么 鱼吗 因为我要花钱 你要花钱 我要过关 你说你要买什么 我们家里对笔 还有那个绑头发的橡皮筋 是个无底洞 我跟你讲 我每天买那么多笔 还有这个 他们就跟我讲没有了 哎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消耗品 他每一个人 你能丢到哪里去 我们每次买的一打一打这样买 然后都没有了 我都买一包 但很快就不见了 不见了 还有笔 一些笔啊 什么铅笔 我说你们明明文具这么多 可是这么多文具里面 我是喜欢这一支笔 可是那个笔没有了 你不会带我去家里旁边那个文具店 我说现在去文具店不必要 我说在网络上帮你买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是啊 而且明天就起来了啦 那很快的 对 好我们现在要分享什么 我发现我们的Podcast 根本是我们两个 没有认真地讲话 分享你的屁啊 你真的没有在讲这个 一下快递下买 一下买笔 我被你气死 然后一下耳机又没有声音 一下电话又来 你能不能做工作吗 没有办法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 这个很真实好不好 讲到一半还要去看我后面的艺术品 你听得上班可以吗 然后一下调论说 我跟你说我买什么什么的 有没有很疗愈 你也有你买到了 对 Drumming Girl 你知道后来我多遗憾 在疫情之前 我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 我看过了 打雷了耶 认真一点 你是录音室没有雷的声音 我是大鱼腦 我一听到声音 我就这样 我怎么打雷了 是礼拜四 他开始待会就要上架了 你在那边拖时间 饭饭就在那边生气 你有看他的脸吗 你给我认真一点 还拿英书笔起来玩 你放回去 拿出你的run down来 快点 好拉 我们不是讲完了吗 我们刚才讲 大鱼腻子人生比较好啊 不是跟你们讲了吗 结论没有过程 你有发现吗 来 第一为什么这样子 以下特质显示 你单身可能比较快乐 我们现在来想一想 除了陪伴 你想不到爱情的价值 这样听起来有点凄惨的 你会这样子吗 因为你人生已经走过了激情的部分 就觉得说如果爱情很麻烦 你是吗 大人你现在会这样子吗 我现在会想到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了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 我就会先切掉 真的假的 有时候才会觉得说轰轰烈烈 但我们已经看到轰轰烈烈 后面就是会烧死自己 那看到结果就这边就可以先停住 我不会 我觉得人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可以轰烈 我会轰烈 那是20岁 你现在不会了 因为你要顾虑性比以前多了 那么多年轻可以回过 你就是承认这是事实 ok 我没有这个选择 因为我跟吴先生绑死了 对好来 那你跳来第二题 所以来第二题 钟情热闹的生活 享受跟朋友欢乐 你没有放弃啊 可是没有 我觉得热闹生活我也没有放弃 可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到这个年龄 我不能太热闹 我会累 可是你还是会出去啊 只是现在出不去而已 可是我出去也没有你出去的多啊 我上班 你不跟他 反正都是饭局啊 我没有啊 我上班 你没有 刘小姐 有没有这种经纪人 每天趁这个机会来拆他艺人的台 拆他的台扯 他的后腿 把他挖到一个大坑里面 然后再叫他从你爬出来啊 时间到了 快点上来 上来 第三个是什么 快点 第三个是什么 爱及时 爱自由 不喜欢约束的女生 海蒙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回应 因为我不喜欢被约束 有些人他很喜欢被约束哦 奴性 不是 我有朋友他说什么他都要先讲说我要问我先生 他习惯 对 no 他真的他觉得说我要问我先生 或是我跟我先生觉得 你说还有人的email是他跟他先生绑在一起 譬如说 譬如说 jennymelody at gmail.com 真的假的 真的 就他们是一个family email 所以他传email出来都是比如说 the wang family 真的 对 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这个identity 就是他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外壳 就是他这个人的那个identity中文叫什么 这个人的表象就是让大家觉得他就是 他对他自己的认知就是他已经不是个体 他就是跟他先生绑在一起 那么可怕 不是他喜欢 那所以我就说有一些人喜欢吗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吗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style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 哦 这种被约束我还觉得我很开心 这很能吗 这不一定 对对对对对比沟通呢 就觉得说还要沟通不如我自己解决事情 这是我啊 你有跟人家沟通吗 我有沟通 有的时候都对我 我说说我不要沟通了 我自己做好了 所以你没有沟通啊 对嘛 所以that's why 所以我就是我应该是大龄女子啊 因为我都是大龄女子 你没有单身 人家讲的是大龄单身女子 你只符合了大龄跟女子 没有符合单身这个条件 对嘛 所以我选择有问题嘛 因为我当时如果选择单身的话 我就是大龄单身 我你现在没得挑了 你跟我回来听下一点 好 但是觉得认识新对象很费力 那这样是不是就一辈子就是一个人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想 不要觉得很费力 搞不好也会很有趣啊 人生就是你要 所以你现在到了这个阶段 你如果接下去就一个人 你也OK吗 也OK 其实我跟你讲 It's true 我也会觉得OK 因为跟另外一个人真的很麻烦 就是你还要配合他 讨厌 喝别人眼泪了 就是你觉得想要去配合别人 是很累的事情 我就是我行我素的人生 你来不及了 来往下 好来再来 承诺这件事是一种负担 年龄到了就会觉得是个负担 承诺是负担 为什么 因为人每天在变 生命在变 人会变 你今天承诺不代表你十年后 你还想做同样的事情 对 就我今天爱你不代表我明天还是爱你啊 所以我觉得结婚他最后就要讲说 I do 是很傻啊 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说 我的妹妹在听你的Podcast 我说然后她说 你跟那个Melody 不要一直交话 听着中研妇女 我说我们两个交话 你说你老是跟他们说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要这样的 他们怎么走下婚姻 我就说 没有我们只是跟他们讲说 这是一个选择 但我们都选择大家安分熟 对啊 而且他听完他也做不到啊 他只是听完觉得说 哦 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活着 我们只是一个陪伴 然后男生就说 你们不要跟我乱讲话 我就说你很奇怪 凶屁啊 对啊 男生都会觉得我们把 把他们的女人交坏了 他都不准 然后你 你觉得悠悠这么想吗 你说悠悠啊 不会啦 他不会 因为他在我们两个面前不会承认 他老婆很可爱 I really like Melinda 他做一个那个品牌叫No Mel 我觉得他很认真 他才30岁 我觉得他非常优秀 你每一天健身 你看他那个照片 每天在那边这样这样 认真的 对啊 认真的 我就是上次跟他们健身 我的腰就闪到啦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起健身 人家那个 我们参加一个zoom exercise 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健身这样 然后他们两个的体能非常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输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腰就这样 你退团了吗 我退团了 你赶快退 以免你的生命有危险 生活经纪人 我认为你要立刻退团 后来我说 我去看那个 我就 我后来我的那个 我去拿了一些药嘛 我就跟我的医生打电话 拿了一些药 因为我也不能去 我就拿药 他说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适合出来附健 也不适合出来看 医生你最好不要再做激烈的运动 他因为他说你受伤 你又不能来看 他说你一直吃药也不好 他说你还是做一些什么伸展 滚一滚 可以了 你不要跟人家年轻人 然后这样 然后这边跳那个 然后这个脚跟 这个右手跟左脚 这样抬起来 这样 你算了 然后这边就这样 你根本就不要 你不要别人流行 就跟远说 我们可能就是不适合 你忘了谁是运动的始祖 OK 我的运动影片 那是什么 我 FB 我随便做一个什么动作 就一百万人 干关 十年 十年 你需要这么残忍吗 哪有十年 你最早运动 三十五岁的时候 有十年吗 我现在才几岁 三十岁就开始运动了 OK 你忘了吗 你踩飞轮的时候啊 我现在讲 我的boxing的那个 帮你甩绳子 也只不过才几年前 我就不相信 五年前跟五年后 差这么多 确实是有差 小跟讲 女人过了四十 确实是有差 有的时候就是买一些锅碗瓢盆啊 买一些包包啊 敷一下脸啊 追一下有粉红包包的剧 我们的人生就满足了啦 所以 刚才搞那个什么 左脚左脚右手 在那边这样搞 就给年轻人弄 我们算了 我们已经走过那日子 我们就是该过一些舒服的日子 好不好 在家里伸展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呢 就是说他们不强求成就一段爱情 谈谈谈恋爱可以 可是不要觉得要偏偏天长 不用强求 我们几个人里面 大龄女子的代表 就是Fed Manager 他过的这一种 他说一种 没有小孩 单身没有 有妈妈 但是那也不是真的负担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他就是想干嘛干嘛 他根本没在管我 他每一天谈恋爱 所以大龄女子 你说我们两个像怨妇 她就是一个自由的小女 我本来说小孩干嘛 他不用 他就说拜拜 走了就走了 像我们还想说 那该来去帮小孩 弄什么东西啊 他起床了没有 他功课要弄什么 他才不用管的 我们的累是我们要规划别人的人生 他还说你们小孩好可爱 他就走了 然后小孩还是我们的 小孩我很喜欢跟我小孩在意 他们现在越来越大 他们也很可爱 但是就是个性啊 然后你看他们现在就很安静 他们非常的期待 我不在身边盯他们的手 他们就很自由 我不知道他们在干 妹妹大概又去睡觉了 那妹妹就是到下午 他吃完饭 他就说我累了 他们都该睡觉要干嘛呢 是不是 而且work from home 小孩在家里现在下课也没事干 暑假 你别那边也没有那么多 OK妈妈 你忘了我的本子了吗 还没有开始吧 有 可现在可以开始了 真的好苛刻哦 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讲说 有一种说法是说 大龄单身女子才是人生的胜利 但不代表说我们都要去过这样的日子 有人这么说 但不是说有人讲 我们就要去这么过 OK 所以当你还在婚姻里面 然后你还是什么 不是单身或是你都可以 我们没有鼓励大家脱单 没有鼓励大家进去单身 没有 你干嘛那么在意你朋友讲的话 我在没有我在反省 我们两个讲话 有没有曾经引导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叫人家离婚 never 我们都是先讲一讲 我们真正的就是 我跟你讲 男人自己也要能够把持住 为什么 我们讲的话很真实 我们并不是鼓励任何人离婚与否 但是我们分享的一些走入婚姻 或是失败的婚姻 或是失败的恋情 或是成功的恋情的一些 心路历程是非常真实的 有一些男人他听了他就会很紧 他受不了 对他受不了 因为感觉好像讲这些话就讲 讲好像他们 他们好像做错什么 但其实你也不用对号入座 其实就是一些心情的分享 那这些分享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情绪化 但是我觉得最终 我觉得现代我慢慢在走 我们现在讲 this generation的女人 而且你慢慢看到 就是20岁30岁的女孩子 我觉得即使有爱情 即使有婚姻 你是谁是谁的太太 你是谁是谁的妈妈 但是他们很能干的是 他们都想 还想要保佑自己 当然 你有很多的身份 但最后不能忘记 都是自己这个身份 你是谁不能够忘掉 可是像我们40岁 50岁 你50我40 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在走这个家庭 跟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又 常常会有很多guilt 因为旁边的人上一辈 那一辈的上一辈的会讲说 你干嘛还要工作 你就应该在家 这样家庭主妇啊 为什么洗手包装带小孩呢 那谁 现在你看二三十 他们不如家庭 那些妈妈大概是来 50几岁 他们不会这样的讲 当然 他们就很乐 乐于他们媳妇是有事业 然后有成就的 他们觉得很棒 是 所以实在在改变 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让自己的观念 变得比较新啊 所以我们两个只是提供一种 生活的方式 或是一种思想的一个选择 给大家 对啊 就是要保有自己啊 因为保有自己 就是自己的价值 自我价值的创造 这唯一能够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 这是金句 请记下来 自我 我刚刚讲什么 维持自我的价值 才会让你自己有安全感 你讲话 我跟你讲 安全感 不是男人给的 而且我们也讲过 你要求一个男人 或是你的另一半给你安全感 这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谁知道你的安全感需要多少呢 对啊 我讲 再多的钱 有可能无法让你觉得安全 没有错 而且 一定也会改变的 你可能今天觉得这个数字 明天你肯定要往上调高了 谁知道 对 所以唯一能够让你自己感到安全的 是你一定要拥有自我的价值 然后自我的价 创造价值的能力 因为这个自我创造价值的能力呢 是你自己可以调试的 你今天觉得这个钱不够了 你要赚多更多钱 那你就会想办法 因为你有能力 你可以想办法 你可以去创造 你可以去想 你的人脉比较广了 你现在比较成熟了 你可以吗 对 那这个时候 那慢慢你的 你的那个生活 你的那个安全感 女人真的很需要安全感 讲好听点是security安全感 讲难听点就是钱 可是我讲这个 你们不要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我觉得 我们承认我们的安全感 很多是来自于我需要钱 我需要能够赚钱 我才有安全感 我才觉得我有真正的自由 我说我有一些好发挥的一些物质 我说我有好发挥的一些资源 That's okay 我觉得我们女人老是 讲到钱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不能承认 我们不要承认我们喜欢钱 或者我们需要钱 或者我们喜欢赚钱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俗气 好像很 So what 我觉得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with liking making money 我觉得There's nothing wrong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用觉得羞愧 你就是go out 你就是去赚你的钱 You own it 然后你选择的生活方式 你选择家庭 你家庭还是要弄好 你选择婚姻 你婚姻还是要顾好 其他时候你就是往前冲 不要觉得好像不能承认 或是好像觉得要假装 最可怜的女人是我看过太多 是假装自己不在乎 或是假装自己无所谓 但其实心里面是有所谓的 然后一辈子都觉得他没有找到自己 所以能够面对自己心里面真实需要 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学习 是啊 面对同时承认 然后去追求 就这样子啊 因为然后会很丑陋 就是你刚开始面对自己 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没有你自己想的这么坚强 或是你发现你自己有很多的弱点 但是that's ok too 因为你要发现你的弱点 你才会对自己更了解 所以这就是 当你越了解自己 越能够接纳自己 然后呢就去寻找你自己心里面需要的东西 这是会比较正向的发展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大家 不是说什么你现在是已婚妇女 要你去搭大理女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心态当中 不管我们是有家庭还是没有家庭 有没有婚姻的 我们的心态永远还是要保佑 一个独立的女子在里面 尤其是在现在比较艰难的时间 大家觉得哦 因为其实你的时间空出来很多 你开始要做心理的探索的时候 你真的要去想自己的自身的价值是什么 也可以对的选择 像这个防疫期间 我鼓励大家你想烹饪 或是你想学几道菜 我说过一个女人应该有舞蹈 至少舞蹈拿手可以做的出来的菜 你稍微去练一下 我跟你讲现在YouTube非常发达 YouTube是你最好的老师 加上运动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这防疫期间我要瘦三公斤 等我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哇你变瘦 我要健康 Go on YouTube Find some workout videos 你就是要motivate yourself 你在防疫期间不能放弃自己 你还是要不断的激励自己 你要学烹饪就烹饪 你要学做蛋糕就做蛋糕 你要运动就运动 你要修身养性 看多一点书 因为之前在忙碌 对都没有时间阅读 我还在看那个宋家三姐妹的书 很好 我会想到 宋家三姐妹的书非常的惊人 是 那三姐妹真的厉害 人家写的是时代的故事 OK 人家是历史人物 那才是早变一个世代的 没错的 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都要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可以在防疫期间 能够找到自己心里面 真正喜欢的事情 然后同时去不要害怕追寻自己心中真实的 记得保有自己创造的价值 才能够给你真正的安全感 就这么简单 这个无论你有婚与否 就是 that's the only way 对 保有自己创造的能力 能够创造价值 是你唯一的安全感 嗯 OK OK 好啦 在这里跟大家say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下次可以认真一点吗 我很认真啊 跟着打雷啊 你的耳机也没电 耳机走来走去 还给我玩来玩去 我想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